红韵当头和天空蓝杂交会怎样 生出来的小鱼苗会不会头是红色 尾巴是蓝色 为了一探究竟 上个月特意挑了一条红韵母鱼 再配上三条天空蓝公鱼 经过三期四十九天的努力 终于是收获了第一批鱼苗 现在看到的母鱼已经是生产后的状态 肚子已经变得扁平 原以为小鱼苗要么随公鱼要么随母鱼 颜色应该差别很大才对 毕竟这两种鱼从颜色和外观上还是有很多不同 但是从小鱼苗来看 却给我了不大不小的惊喜 现在就来揭开神秘的面纱 亮个相把小宝贝 可能是因为杂交的缘故 生的小鱼苗数量很少 加上被吃掉的一部分 仅剩下葫芦娃七兄弟 从颜色上 小鱼苗还是随母鱼更多一点 整体偏红色 不知道长大或尾巴会不会呈现天蓝色 如果真的是红头蓝尾巴 大家觉得应该取个什么名字 既文雅又响亮了 等于苗长大 咱们再来看看是什么样子 敬请期待吧